这几名男子骑着机车 来到大楼底下气焰嚣张 手持刀鞋棍棒冲进大楼里面 每台机车还有一人留守 霸风也可以迅速把人载离现场 他们纠纵以后 以开三刀棍棒 殴打这个被害人 这个被害人伤口缝合了六十几针 可以看到这名男子手拿球棒 坐上机车一副蛮不在乎的模样 但来看到被害人 他被砍得倒在血过中 手臂深可见骨 缝了六十针差点废掉 这群成员年纪最大21岁 最小15岁 手段却如此凶残 都是沉迷在这个网咖 那吸食毒品 然后他们在聚中斗 警方逮人时 这群人还在网咖打电玩 完全不觉得自己犯下大错 而警方还发现 他们曾经因为不满 旁人讲话太大声 居然是拿菜刀还有大索来砍人 把被害人打得差点连命都没了 Facebook的一个画名里面 他们都是以韩字 为他们一个画名的一个字首 那其中里面 他们有署名是韩风的 受到寒流当道影响 这群人的脸书都以韩字为开头 平常就用脸书还有LINE来联系犯案 大豪青春好在为非作歹和网咖里头 现在又要阴暗入狱 让家人非常心通 记者高研泰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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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